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今天的李掌博报告 在现场陪伴我们大家的李明氏 哈喽 大家晚安 我是鲁邦 又见面咯 我是妮妮 晚安 我是大内 今天李掌博要跟大家报告的主题就是 天黑一点都不可怕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听过 虎姑婆这个故事吧 相信在许多人的童年当中 是我们最早听过 而且是感觉最恐怖的一个恐怖故事 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小朋友呢 也就越喜欢听一些光怪陆离 奇奇怪怪的故事 因为故事里面的情节都是那么的陌生 让人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一面惊呼 我们一面冒着冷汗躲在被窝里面 但是我们就一直想听 一直在追求这种刺激感 就算我们长大了到电影院里面 还是喜欢去看一些恐怖片 惊悚片来吓吓自己 但是在超自然的故事当中 不是只有未知的恐惧 或者是令人发笑的迷信 而是自古以来 人们对于自然的尊崇 还有一颗爱护的心 以及成为人们生活当中 无形的戒律以及教条 或许当你认识这些故事的 意义之后呢 天黑啊 就不再是这么一件恐怖的事情了 首先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歌颂大自然的演奏曲 是由机神乐团所带来的表演 曲名叫做 天日高马之力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动画作品 就是灵异教师神梅 由鲁邦来介绍一下 好的 那这本漫画呢 原作是由曾苍翔 漫画是由刚也刚来绘画 漫画总共出了31册 电视动画影集共49集 并发行了三集的剧场版动画 还有三集的OVA动画哦 嗯 在这部动画里面 不准欺负我的学生 这句对白呢 就是神梅老师的经典对白 我相信 如果在学生时期 听到老师能够为我们 说出这样的话 不管是谁 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而能够让学生 如此感动的老师 除了三年B班的金巴老师之外 神梅老师对于许多的听众来说 应该并不陌生 但是在灵异教师神梅 这部作品里面 除了传统一开始老师 必须要获得每一个学生的信任 还有认可的这样子的套路之外 在每一集的剧当中呢 也会发生许多不同的灵异事件 而将鬼封印在左手 而成为的鬼手 也成为解决许多事件的 有力的武器 在故事里面 时常发生的灵异事件 也是借由许多著名的都市传说 怪谈 还有民间传说等等 所构筑而成的 但是解决这些事件的方式 也不光光是以我们刚刚所提的 鬼手 那么来处形式的方式来解决 同时呢 其中也包含了 在民俗学上 以民间信仰的解决方式 来度化这些灵界的朋友 或者是跟他们和平共处 了解彼此 达到与自然成为互利互生的状态 而且这个作品非常有趣的是 在每一篇单元的结束后面呢 也都会有一篇特别的专栏 专门为这个单元所出现的 像怪物啦 还有一些现象 来做出解释跟介绍 在看完了打怪 惊悚爽快 以及感动故事的同时 也能够认识到更多平常 不会接触到的知识 这也是这部漫画 让人回味的地方 聊到这里 我们就先来欣赏 灵异教师神梅的OP Bali-Bali-Bali-Sai-Kyo No.1 歌曲过后 我们再来聊聊这类作品 会具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虽然说 虽然说像灵异教师神梅这类超自然的主题作品 在呈现上面 整体感的确是有一些不太适合给太小的小朋友来观赏 因为像是过于恐怖的气氛的渲染 还有一些丑恶的怪物的设定 虽然说这些剧情曾经遭受到批评 但是在当中也有一些故事是充满了人味的 还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在讲述《九十九之神》的故事 内容大致上是叙述着镇上有一个老婆婆她开的一间公共澡堂 不过由于生意越来越糟 而且当地的流氓强行争地的威胁、恐吓也越来越猖狂 再加上灵异事件频传 所以说严重地威胁到了老婆婆的生计 于是神梅一行人就决定介入调查 来帮助这位可怜的老婆婆 然而最后发现 老婆婆曾经用过的棕刷 因为知道婆婆的澡堂被流氓长期骚扰 而决定回来帮助婆婆一起抵抗流氓的骚扰 当然了结局是皆大欢喜 而婆婆眼泪流满面地感激这些她曾经用过的棕刷们 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有点荒诞无稽 在一般的人眼里面也会认为 好像不合逻辑 但是就算是这类比较荒诞的故事 也可以告诉我们 平时就应该抱持着爱护 还有对周遭事物感激跟崇敬的心态 比方说像是在美国迪士尼 我们大家都看过的作品 《玩具总动员》 在第一集还有第三集当中 也同样地传达给我们 类似要爱惜事物的道理 所以相信这种观念 是放诸四海接转的道理 民间故事其实多少可以提醒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身边事物的一些看法 像是平常我们看到边边角角的蜘蛛网 就会觉得很碍眼然后动手把它拉掉 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在每一次动手之前 都可以再仔细地思考一下 也许我们不费吹灰之力 就轻轻地把它们给剥掉了 但是对于蜘蛛来说 却是它们花了三天三夜 才结好的网 我们用这种同理心来想 也不难了解故事里面 所要传达的意义 如果能够从中学习到尊重 想必也是民间故事 在潜移默化当中 所传达出来与自然共存的道理吧 就像在圣经的创世纪当中 上帝就说过 从地上面要生出各种活物来 那么在神看作都是美好的 而这也就是 万物都是值得存在的写照 虽然说这类的故事 可以传达出这样的意义 但是当初在播出的时候 也曾经引起了一些争论 对啊 记得神没刚播的时候 我就在早餐店里面看报纸 就看到有家长投书 他说怕动画里面的气氛营造 过于恐怖 然后怕自己的小孩子上学会有影响 然后在议会质询时 也被当时的立委提出来说 因为有些裸露的画面 而遭受到抨击 但不能说这些并不是问题 而是在于观赏的同时 是不是能用更正确的角度 去看这种作品 对于小小朋友来说 还是需要大人一起陪同观赏 才是重要的 没错 只要大人的观赏态度 是正面的 相信对于解读出来的角度 也会有所不同 而这类的影片 被设定为保护级 最需要的 也就是大人的陪伴 还有事实的指引 这样子呢 才不至于让年纪小的朋友们 产生错误的认知 最后 我们就来欣赏 来自动画 XXXHolic 他的片尾曲 Reason 永远 永远很想问 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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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每个人心中的王道 并不尽相同 像是 动画的王道 就是身有阵容要强大 不 人物设定才是王道 故事剧情才是王道中的王道啊 这样 懂了吗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